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题目是 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 三 是接着上两个月来讲的 所用的经文呢 就是以夫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 我们知道 最近大家也在查这个书 三到十四节是一个整句子 一句话到底 所以内部的关联性就比较强 它是在一个句子之内 我们上两次呢 思想了以夫所书一章三到六节 我差不多就是两节一次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四节圣经先念一下 也把上两次的内容梗概一下 因为有些内容 跟这次有比较大的关联性 以夫所书一章三到六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 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这是上两次我们所思想的经文 我们把上两次的要点 梗概一下 一 颂赞神 敬拜神 是基督徒的天职 也就是说是一生之久的事情 凡有气息的 你只要活着 就必须颂赞神 赞美神 敬拜神 这是必须做的 一个基督徒必须做的 这不单单是基督徒的责任 也是信徒 也就是神的子民 神的儿女 发自内心的 对神的尊宠 对主耶稣基督的尊宠 对神的爱 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第二点 主耶稣基督与天父原为一 我们仍然强调 我们在小文达里面 所强调的 父是神 子是神 圣灵是神 但我们说的不是三神 而是一神 独一真神 或者说是三一真神 第三点 要认识父神 要认识三一真神 就必须通过主耶稣基督 没有任何其他途径 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第四点 在基督里 这段圣经我们也说了 六次跟这个有关 基督徒 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基督里的 都是在基督 我们自己也是在基督里的 主耶稣基督 是神永世计划的中心 宇宙间所有的人和物 必须在主耶稣基督里 也就是与主耶稣基督联合 才能够有意义 否则都是虚空 毫无意义 第五点 也就是特别强调一点 只有主耶稣基督 才能够拯救我们 史书经传四章十二节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也就是说 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名 才能靠 第六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神在主耶稣基督里 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实际上从以福所书一章四节 一直到十四节 都是在讲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这福气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这些福气不是世俗的 注意 不是世俗的 不是发财之父 不是飞黄腾达 甚至不是健康长寿 而是神专为他的儿女 特别愚昧的 就包括我说 从四节 一直到十四节 包括我们前面念过的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这里拣选 我稍后再说 这里先带过 包括神赐下他的独生子 道成肉身 拯救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圣导学 洗净了我们 这个我刚才念的经文 子妹念的经文 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是我们首先在地位上 得到圣洁了 成为圣洁了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 世人的宝座前 向神祷告 要知道我们本来是不配祷告的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配祷告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罪人 我们犯了罪 我们不解 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 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 使我们在地狱上圣洁了 成为神的儿女 可以向神祷告了 所以我们称我们的神为阿爸父 我们称他为天父 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成天父的 只有被主耶稣基督拯救的人 才能够称他为天父 因为神赐圣灵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因信称义 罪得赦免 注意 称义原文就是不定罪的意思 第七 我们特别提醒一点 虽然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圣洁了 但是在操守上 在生活见证上 由于我们仍在肉身之中 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最后得赎 我们仍是不完全的 仍可能犯罪 所以要时刻地警醒 祷告 求主耶稣基督 求圣灵保守我们 长存敬畏的心 操练敬虔 追求生活上的圣洁 追求生活上的见证 与我们蒙的恩相称 这是一生之久 基督徒一生之久 都在征战 盼望 等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再来 直到我们的身体得赎 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就都完全了 完全的圣洁 我有瑕疵 不再犯罪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生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主耶稣基督生活在我们里面 这是我们美好的盼望 我们基督徒美好的盼望 第八一点 神伸给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 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过人之处 或者说因为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 都不是 而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 我们才能够信主 是完全是神的恩典 百分之百的恩典 我们的行为 在救恩上毫无贡献 我们得救 完全是神的怜悯 神的大爱 这也是神的主权 我强调这一点 后面讲奸选论就好讲了 第九 不但我们得救 完全靠神 我们得圣 也得靠神 不能凭血气 不能靠自己 什么时候不靠神了 靠自己了 什么时候就该跌倒了 注意 一个基督徒 他为什么会犯罪 不是他信主 怎么还会犯罪啊 因为他不是时时刻刻靠神 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 那就该跌倒了 该犯罪了 启述录十二章十一节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之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靠的是神的话语 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是靠自己 靠自己就跌倒 记住这一点 第十 神所有的作为 其结果都荣耀了神 我们在上几次特别强调了 神的创造荣耀了神 主耶稣基督到神肉身 在十字架上的拯救 荣耀了神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我们重生得救 也是荣耀了神 将来主耶稣基督 还要在荣耀中降临 把我们也接到荣耀里面去 叫我们和主耶稣基督 一同一同得荣耀 所以我们当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而不是归给自己 一个警戒 什么警戒呢 就是基督徒 要警醒 不要犯罪 因为犯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一个基督徒 要时时刻刻地警醒 时时刻刻地祷告 求主耶稣基督 求圣灵保守我们 不犯罪追求圣洁 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 与我们认罪悔改 与我们重生得救 与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与我们蒙恩相辰 好 这是上次 上两次 我们继续 我们来看 一副所书一章七节 今天可能讲不了两节了 我只讲这一节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一 神的爱子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一方面他是造物主 他不是被造物 注意 一定要强调这一点 他是造物主 他不是被造物 他是神生的 所以他是神 是完全的神 另一方面 他是圣灵感应 由童征女玛利亚所生 所以他又是完全的人 完全的肉身 所谓幻影说 异端 幻影 丁世子亚不会受苦 他是真正的肉身 道成肉身 他被称为神的爱子 我们上次讲过 他也被称为神的独生子 也被称为神的长子 称他长子 是因为他是首先复活的 我们也是被圣灵重生了 而主耶稣是首先复活 我们被圣灵重生 就在灵里面复活了 将来主耶稣基督 还要再来 我们的身体得熟 我们身体也要复活 第二点 第七节是 接着第六节说的 第六节的后半句是 这恩典是 他在爱子里 所赐给我们的 在爱子里 就是在基督里 我们刚才说了 是另一种说法 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一切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世界上所有的人和物 我们刚才说了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才有意义 第七节 也是讲说 神的福音 是福音的重要内容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 是对在主耶稣基督里 进一步的说明 不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而且是借着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就是爱子的宝血 赐给了我们 洁净了我们 是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由主耶稣基督完成的 这个拯救没有任何 我们人类没有任何的参与 由此 所谓自由意志论 是完全错误的 我来选择 我选择信主了 以前 我到过一些教会 受习总要做见证 有人说 我这个研究了道学 研究了佛学 研究了哲学 研究了什么什么主义 最后我发现 基督教最正确 所以我选择了 相信基督教 说实在的 我们不好打击他 因为刚刚受习 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你看我们教会 不做受习前的见证 因为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 你要做见证 一打通的是影响了别人 就是牧师会问问题 你回答了 受习 所以我们说 第七节是福音的内容 而且是重要内容 就是 解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这是福音的重要内容 当然了 在圣经当中 随处都可以找到 有关福音的经文 因为整本圣经 讲的就是神的福音 讲的就是神的拯救 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这是圣经的主题 而圣经的中心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你随处可见 我们以前说过 为了传福音的缘故 我们希望在开始的时候 能够用比较少的话 把福音的重点概括一下 来传给我们的朋友 刚刚接触我们信仰的朋友 因为我们不可能 把整本圣经念一遍 再给你实习 这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整整念一遍 你也不一定知道 也抓不住重点 所以通常就是 用一些比较简明的经文 或者文件 来给你宣传了 你说够不够呢 铁定不够 铁定不够 几句话怎么可以概括福音 没关系 受洗以后再读经 读经是一生之久的事情 读经祷告一生之久的事情 当然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标准答案了 只要不是整本圣经 一定都是不够的 因为圣经不能加不能减 只要不是整本圣经一定不够 那我们举几个例子 这些有些已经多次引用过的经文 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大家非常熟悉了 因为这当中有一些是刚刚来的嘛 新一名 所以我不怕重复 读经不怕重复 反复地讲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里说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就是救赎的结果 就是赦罪的结果 因为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而神是信实的 万不亦有罪的为无罪 不是说 随便一说一风吹了算了 那神没有公义可谈了 神是公义和慈爱的 罪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 解决不了 就解决不了生命问题 解决不了死的问题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都该死 不要大家听着不高兴 我们都是罪人 罪的公家就是死 我们都该死 都该灭亡 而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受死 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 负了罪的公家 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是该死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 才能够不灭亡了 才能够得永生了 所以就救我们 不致灭亡 并且赐我们新生命 使我们得永生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拯救的结果 救赎的结果 马克福音 十六章十六节 信而受洗 别人得救 不信的必备定罪 这里是说什么呢 就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路 可以得救 通过什么样的路 来接受神的恩典呢 主耶稣基督 拯救完成了 但是 我们接受神的恩典 是通过什么途径 神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路 没有理想 有人这么奖励 那么奖励 没有用 神有祂的主权 神安排的就是这么一条路 因信称义的天恩之路 也就是罗马书三章二七节 所说的信主之法 即使这样 哪里能夸口呢 没有可夸走 用何法没有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接受神的恩典 只有一条路 因信称义 其他路没有 注意 马克福音十六节 得救是两条 信而受习 我们不是因喜成义 我们是因信成义 但是信的结果 要受习 受习是什么 受习就是公开承认 公开见证 公开宣告 是荣耀神的 是荣耀主耶稣基督的 是向世人宣告 我得救了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了 我蒙恩了 我重生了 我有新生命了 我成为神的儿女了 成为天国的子民了 从此以后 我不再在 罪的权势之下了 我灵里面得自由了 我罪得赦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了 所以 只要有条件 一定要收习 像十字架上 那两桥 那一 他已经定十字架 他没有这个条件 主亲自用圣灵 给他实习 只要有条件 一定要做公开见证 而定罪呢 一条就定 不信的必被定罪 也就是说不信的 受习没用 你有别的目的 来受习了 将来不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一条就定 因为受习是假的 新一会 史玛加登信条 把不信和假信 列为最大的罪 最大的罪 就是不信假信 假信还是不信 那马克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是从信与不信 这个角度说的 但是没有说 没有提到信的内容 于是 另外就有人 选了另外的经文 我刚才说的 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只是 就是学习圣经而已 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 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生意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救赎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 他同管我们的一切 他不但同管宇宙 也同管我们 我们福在他的权柄之下 另一面 福活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 是福音的重要内容 如果你传福音 只传赦罪 不传福活 没有传全辈的福音 而心里相信的结果 一定要口里承认 受洗 就是口里承认 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说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应当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刚才张国弟兄还问大家呢 你什么事感到荣耀 大家说信主就感到荣耀 对啊 我是基督徒 我就感到荣耀 我为什么不敢在人前承认呢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厚实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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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信主是件荣耀的事情 是引以为荣的事情 因为我蒙恩了 那有的人 他不好意思承认 我不愿意批评 我就愿意读这段圣经 我不以福音为耻 再有 格林多前书 十五章三到四节 这个是我一般讲到 如果用最少的火 我一般选这一段 选这一段 我当日所领受的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因为前面我讲 多次讲过这段圣经 我就不讲了 我只提两点 就是一个赦罪 一个复活 这两条都是福音的重要内容 再有一段圣经 提摩在前书三章十六节 大在敬前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 这是对道成肉身的概括和小节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 你知道圣经它从不同的角度 来说明一个问题 经常会这样 第六 我们转会受洗班用的小闷达教材 其中有使徒信经 中间一段 就是我们常说的福音五要点 我稍微念一下 因为我每次都读了 一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 二 因圣灵感应 由童征女玛利亚所生 三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下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四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五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你说够不够吗 还是不够 我说了 你只要没有读整本圣经 都是不够的 但是这个要点 有了 五要点 你们如果是受洗班要考试 你要记住 这些要记住 好 第四大问题 就是 一幅作书 一章七节 后半句 特别指明什么 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这个乃是主耶稣基督 丰富的恩典 百分之百的恩典 完全的恩典 马丁路德 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们的善功 在救恩上 毫无贡献 这是我们信义会的传统 就是 讲恩典 第五 救赎 救赎 救赎不但有救拔的意思 而且有赎买的意思 买 当初在这个罗马的社会 奴隶 你如果想要自由 他是要付钱的 赎价 同样 释放罪人 脱离罪的捆绑和囚禁 脱离律法的咒诅 也必须是付赎价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 是被 都是被受 都是被咒诅的 什么意思 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 负了罪的功架 就免除了我们受咒诅了 那么下面就说一句题外话 我不是专后问难 就是给大家也提起兴趣 不作为标准答案 不作为标准答案 这也算是圣经难题之一了 因为大家在热衷于查经 我就出个难题 这个赎价付给谁了 这是圣经难题之一 这个赎价给了谁了 付给谁 第一 一定不是付给魔鬼 虽然是 我们犯罪是受了魔鬼的挟制 但是如果是付给魔鬼 就等于承认了魔鬼的挟制 是合法的了 所以这点是否定 不是付给魔鬼 那付给谁了呢 第二个说法 付给神了 从广义上 他永远不错 广义上来说永远不错 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 而且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挽回了神的怒气 挽回了神和人的关系 所以这种说法没有错 因为祭总是献给神的 那么这会就出现了一个 神的又付给神 所以有人就认为 这种说法不够具体 那么具体在哪一方面呢 是付给神的 所有都是神的 但是在哪一方面 有一种说法 我个人是接受的 因为我们欠律法的债 所以付给律法 加勒太书五章三节 我在指着凡受割离的人 确实说 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犹太人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是因为他们没有行律法 犯了罪 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 我们信主以前也没读过旧约圣经 我们不知道律法 圣经上 专门针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有一段圣经 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的是非之心 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界耶稣基督审判人 阴密室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外邦人也是现行律法的债 所以付给律法这一点 不单是针对犹太人说的 对我们也是 我们虽然没有律法 但是我们是非之心 就定了我们罪了 加勒太书三章十节说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长照律法书上所记 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一个长照 一个一切 就使人绝望 你不能守一天不守一天 也不能守一条不守一条 就如雅各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说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坚硬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坚硬 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所以你不能长照 也不能遵守一切 那就是我们绝望了 所以无论犹太人 非犹太人 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 而前面我们读的 加勒太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基督的宝血赎了我们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 这点是肯定的 但是恩典不是廉价的 这点也必须强调 是重价的 这个重价我们一点贡献都没有 完完全全由主耶稣基督来付的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 重价买来的 是熟就熟 就把熟买 再往下 第六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我们知道 信会讲到最多的就是神的恩典 你看那两位老牧师 前面是妹子 现在费 都经常来讲 还有外面请的信会总会来的人 就是神的恩典这个题目是常常经常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前面说过了 北美有三家教会 是通用神学院 就是说他们在教义上非常接近 新一会 改革动 卫理工会 我再次说一点 有好多即使是传道人还不明白 就是北美的卫理工会 跟英国的卫理工会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同的神学交易 北美的卫理工会 基本上是改革宗的神学 英国的卫理工会 是约翰·卫斯里的神学交易 约翰·卫里斯是近代林恩运动的先驱 那他属于亚美尼尔斯 或者是伴亚美尼尔斯这个神学 不是权 伴 那么对于改革宗双重拣选论 似乎有些人提了很多争论 那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们讲恩典就不必要讲这个 实际上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既然讲这个信仪会既然讲神的主权 神的恩典 特别强调百分之百的恩典 百分之百的主权 特别强调人的善功在救恩上毫无贡献 那当然就与改革宗拣选论 没有什么矛盾 没矛盾 所以才通用神学院 我刚才说了 卫理工会的神学基本上是改革宗的 所以实际上是这两个神学是相通 只不过说法不同 当然这也可能就是信仪会高明之处 他用恩典来说 不太容易引起争论 谁敢挑战神的恩典 那除非不信的人 就避免了许多的争论 那实际上拣选论 也是有圣经根据的 约安福音15章16节 这主耶稣基督说的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 是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们 所以我们的拣选是命定的 神预定的 那么不信的人 他半叠 他不信 是不是预定的呢 答案 也是预定的 彼得前书 二章八节 又说 坐了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叠 他们这样半叠 也是预定的 大家听了 有可能有的人 你不太舒服了 不太舒服了 有人可能问了 既然信主不信主都预定了 那我为什么还去信呢 那等着预定就是了 这样说的人 已经预定半叠了 你想想 他不信已经是预定半叠了 信主以前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我们被预定没必要 我们不但信 我们不但认罪悔改 还得好好的信 信主了 重生了 慢慢读经 我们知道了 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在救恩上毫无贡献 所以要感谢神 感谢主耶稣基督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说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所以我们能够信主 完全是神的拣选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工作 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 不是我们的选择 要知道 要人来选的话 只有一个选择 背逆神 因为我们 最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 我们就被罪挟制住了 不会去信主的 信主一定是圣灵的工作 举个例子 我小时候是跑短跑 12345678命定 但我们不知道 趁一想就得跑啊 不但得跑还得好好跑啊 跑完以后可能得了个第三名 拿了个铜牌 知道 按我这个气底 我是不行的 能叫我拿铜牌 完全是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有人说 既然是命定的 那我不跑就是 我等着神命定我 他已经命定出局了 前八名没他的份了 同样 信主前我们不知道 所以不但要信 还得好好的信 信主以后读了圣经 知道了这原来是神的恩典 神的拣选 神的预定 耶稣基督的拯救 圣灵的重生 圣灵的工作 靠劳我 靠自由意志 只会被逆神 只会更加败坏 不但不会相信主耶稣基督 而且还会反对 所以我们要加倍的感恩 加倍的警醒 所以 讲恩典 我们信义会讲恩典 与改革中双重拣选 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只不过我们说法 比较 这个 更高一层 所以信义会 常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没有发生大的争论 最后 丰富的恩典 丰富一词 在圣经上是经常用的 来形容神的属性 除了神丰富的恩典 罗马书二章四节 神丰富的恩词 宽容忍耐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一福所说二章四节 神丰富的怜悯 菲利比书四章十九节 神荣耀的丰富 哥洛西书三章十六节 基督道理的丰富 一福所书三章八节 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最后 我们以启书录五章十二节 来作为我们结束祷告 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 是佩德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颂赞的 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